看一下,我今天做的山药红枣馒头 松软香甜 家里有小饭搭子,可以试一下这个做法 铁棍山药清洗干净,修掉外皮 切成薄片 放进蒸锅里面隔水蒸熟,大概15分钟 准备几颗红枣,清洗干净,去掉盒 然后剪成小碎丁 山药蒸好了,取出来 用叉子把它压成泥 把放凉的山药泥倒进面粉里面 加酵母,白糖,清水 用筷子搅一搅 然后下手揉成面团 山药泥的含水量不同 水量可以适当地调整一下 揉成光滑的面团,加红枣丁,还有黑芝麻 再次把它们揉搓均匀 揉好之后一刀案板上面 案板上面撒干面粉 搓圆,然后把它擀开 擀成一个长方形的大薄片 翻一面,喷一点清水 把它转起来,转的时候转紧一点 整理一下,用刀把它切成小段 我一共分成了八段 切好之后再把切面朝上 搓一下,整理成圆形 摆进蒸笼里面盖上发酵 天气比较凉,放到温雪锅上面发酵 大概45分钟到一个小时左右 发好之后轻点能够迅速回弹 直接开火蒸,水开之后大火蒸15分钟 关火之后焖一分钟,开盖 每一个都非常的蓬松,没有塌陷 因为里面添加了山药,然后又是发面的 所以吃起来就比较养胃 秋冬天可以适量的给孩子多吃一点 喜欢的朋友可以试一下 拜拜